轮胎孤零零躺在路边 要价1680万的麦拉伦超跑60S Spyder 残变成一台三轮车 机油更露得满地都是 左后方车壳也直接爆开 还得出动多名警力到场 场面说多尴尬就有多尴尬 2月5号下午3点半 士林区福林桥上发生事故 这辆麦拉伦超跑游杯往南行驶途中 不慎自撞分隔岛 左后轮瞬间脱落 不过56岁的张姓男驾驶 并没有测出酒精反应 他向远景说 是自己不熟悉车子性能 没抓好距离才会撞车 其实证明张姓驾驶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自撞意外 亮橘色麦拉伦超跑 冲撞山壁后乘90度直角 前轮开上水泥护栏悬空 两年前有民众开车经过圆山路段 看到这状况拍下影片 这辆1000多万的麦拉伦超跑 从台北市区往士林方向行进 当时张姓男子疑似恍神失控 冲撞水泥后车头毁了 事后自己找来脱掉车将爱车送修 其实这辆麦拉伦650S Spyder 搭载3.8升V8双涡轮增压引擎 足足有650匹马力 时速从0飙到100只需要3秒钟 最快时速更突破300公里 不过车子性能再好也要有技术才能驾驭得了 同样超跑车祸还有追起 跑车炸街帅不过3秒 其中这台亮橘色麦拉伦就装得稀巴烂 安全气囊也爆开 日前小年要晚上接近10点 豪华跑车车队行经屏东方辽 要南下往墾丁 结果前方休旅车酒驾还违规回转 麦拉伦善必不及直接追撞 光是维修费就至少要花300万 过年期间接连多起超跑车祸 比包红包喷的钱还要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